这是一个巨大的机关 前方是手拿生死布的阎王像 脚下的砖块通通由汉字组成 砖块下面则是看不到尽头的无底深渊 不然一个人踩中了机关 整个平台瞬间开始翻转 一群人迅速滑向旁边 他们只能死死抓住地面上凸起的汉字 有一些动作慢的人直接就掉进了下方的深渊 整个地面平台翻转了180度 抓住汉字的人苦苦支撑 跟地面却丝毫没有翻转回去的意思 他们能虎口逃生吗 这就是今年新上映的网大黄皮幽种 改编字鬼吹灯之黄皮紫坟 不得不说 网大的特效真的是越来越精良了 电影中有大量的特效场面 绝对看得过瘾 汉汉的处理到完美的细节 气势旁部的建模和宏伟的建筑 即使在阴草地府 也能把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对网大的认知还停留在 三毛特效 剧本烂 演技差 制作简陋吗 那就来看看黄皮幽种吧 电影开场是胡八一 王胖子跟燕子 在追一只黄鼠狼 他们阴差阳错之下 摔进了一条通道里 带到了传说中的鬼牙们 上方掉了许多机关而死的干尸 燕子说他们都是你而会的人 这个目的的主人叫黄叔良 胡八一等人掀开棺材盖 却发现里面是空的 意识到这里情况不对 他们便想尽快离开 可周围四面全都是石墙 升门被藏了起来 胡八一拿出罗盘静下心仔细推算 很快就找到一个指轮八角 左二右八扭动完之后 成功打开了石门逃出升天 时间一晃多年过去 现在的胡八一等人 已经是合格的国庆校围了 这次他们受邀回去参加燕子的婚礼 可到了村子后却发现家家户户大门紧闭 胡八一跟王胖子还纳闷呢 来到燕子家一看 不见昔日故人印入眼帘的只有一张遗像 稍微打听了一下才知道 燕子前两天上山得罪了王大仙 回来后就开始高烧不退满嘴说红话 当时大雪封山没法去医院 他就这么病死了 后来陆续有其他村民也开始发病 因为去不了医院 所以只能找村里的神婆白衣求助 胡八一等人不信有鬼蛇神 他们跑到白衣施法的地方一看 发现有个大树正浑身抽搐的被绑在担架上 旁边一群人在敲锣打鼓的 突然大树一把挣脱开束缚 神情严肃的说了一对莫名其妙的话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比较封建 被大树这么一搞 大家都人心惶惶的 认定是冲撞了黄大仙遭到报应了 白衣说鬼衙门里有能解毒的药草 现在村子里还有其他中毒的人 有几个姓自己经常热的大树 当即就决定去拆草药 胡八一和王胖子去过鬼衙门 知道那里危机密布 虽然他们并不相信被勾魂的事 不过草药说不定是真的 最终他们决定跟着村民们一起去 神情竟然在半路上遇到了雪崩 剧烈的暴风雪直接掀翻众人的车棚 连玻璃窗都挡不住强风的袭击 被吹起的雪花挡住他们的视线 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 好在胡八一及时推算出了鬼衙门的入口 一行人这才能及时逃脱掉 来到鬼衙门入口 胡八一三人率先下去探路 结果刚下到一半 突然遇到一阵乱剑机关 黄胖子的绳子被刺断当场摔了下去 还好胡八一眼疾手快 用断绳拽了他一把 好不容易落地又是一阵乱刺 打开面前的石门后 他们来到了当年的墓室 那时候胡八一太年轻了 不知道这个棺材是双层的 如今他推开第二层 才发现地下有条通道 于是避免喊来村民们一起往前走 中途大家陆续看见了几句 你而会成员的尸体 估计这群人都是被困死在密道里的 村民黄大叔健壮 便想把他们都带出去 说看到无人收拾的尸体心软 网胖子提醒他 不能乱碰 没准上面有毒 继续往前走 他们来到了鬼门关 四周摆放着两排 足足有一人高的烛台 众人经过的瞬间 上面立刻燃起了鬼火 有些胆小的人看到这儿已经开始打触 前方的石门两侧是牛头马面的雕像 最上方则是石盏天灯 这个门的机关叫燃烛天灯锁 只要同时点燃两盏灯 就能打开门 哥胡八一爬上去点完灯后 石门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在他蒙圈的时候 旁边的雕塑里突然喷出一股气体 直接吹灭蜡烛 胡八一毫无防备 直接摔了下去 简单想了一会儿 他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 人点烛鬼吹灯 用打火机火柴点燃的蜡烛 会被轻易吹灭 只有用鬼火点的 才能使蜡烛不被吹灭 经过一番折腾后 他们总算点燃了鬼火 石门也就此打开 智利阳往里面撒下一把铜珠探路 却认为危险后 一些人才继续往里走 刚一进去 石门就锁上了 而周围排放的石板 则开始高速转动 胡八一的人只能赶紧往前跑 有些动作慢的人 直接就被转动的石板夹成了肉笔 眼看出路就要被疯死 众人总算有机无险地到达彼岸 这里有很多空棺材 地下是一条河 眼看无路可走 胡八一只能带大家 画着棺材走水路 河流两岸种满彼岸花 看来这就是望川河了 划着划着 他们突然遇到急流 没等大家稳住方向 周围又开始喷剑 剑狱来得太凶 竟然只能躲在棺材里 等靠岸以后 便来到了奈河桥 胡八一推算出 机关藏在水下 于是他安排众人在原地等待 自己则跳进水里启动机关 很快周围升起台面 现在他们可以到达彼岸了 可没等几人高兴 河面就被一块块铁皮给封住了 传说跳入望川河的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 独自走过那河桥 看来这里的机关 还真是严格按照传说设置的 现在要想救胡八一出来 就得喝下传说中的木婆汤 几人往后一瞧 找到一个捧着碗的雕塑 碗里面还有上方滴落下来的污水 王胖的健壮 直接端起碗一饮而尽 等把碗再放回去的时候 河面上的铁皮果然退下了 胡八一也顺利爬上岸 他拿出一个吊坠 这是从水下一群尸骨身上拽下来的 黄大叔看见后登场开始老泪踪横 其实他并不想到这来 是白衣的人说 能在这找到黄大叔失踪的弟弟 他这才跟着过来的 眼看计划暴露 这毒妇也不再隐瞒了 原来根本就没有黄大仙勾魂一说 一切都只是他的阴谋 当年白衣的丈夫也是女儿会的人 可他死在了鬼衙门里 据说在鬼衙门的主墓室里 有个能让人起死回生的招魂侠 白衣心想拿到他复活自己的丈夫 外来那一次机会 他听燕子提起过 自己之前跟胡白衣王胖子去过鬼衙门 但燕子不肯帮白衣的忙 结果对方脑球成怒下 就让人往他家和其他人家里的水缸下毒 只要胡白衣不会袖手旁观 他就能抓住机会找到招魂侠 胡白衣表示自己可以继续帮忙 但前提是白衣对把解药带给大家 前面的路肯定更不好走 于是胡白衣便叮嘱其他人云路返回 自己则带着白衣等人继续前进 地面上那些字的排序是毫无规律的 中途有人意外触发机关 导致整个平面翻转了过来 几人苦苦支撑胳膊都要抽筋了 平面才重新反转回去 生死步游魂金 续姓除名得永生 想要破开这里的机关 就得踩出这座牧师主人的名字 胡白衣想都不想 让人踩下黄大仙三个字 结果周围突然开始喷火球 他这才想起来是自己搞错了 牧主的名字是黄叔良 不是黄大仙 再次踩下名字后 火球才停下发射 机关就此破解 一些人来到六道轮回的地方 据说人在投胎前 都要在这经历自己最恐惧的事 很快他们就纷纷中了迷幻记 在幻记中见到自己最害怕的东西 比如一条身高数十米的双头蛇 追得几人慌目择路 这是王胖子最害怕的东西 虽然胡白衣在旁边大嚷着 克服恐惧就能让蛇消失 但王胖子是真的克服不了 最后他们被逼到一处悬崖 无路可走 没办法恐高的胡白衣 只能硬生生克服恐惧 带着王胖子跟施里扬跳下去 这一次他们来到了战争时期 当夜落地就被迫卷入进去 只能一头污水的在这作战 中途 王胖子为了保护胡白衣 被敌人捅死了 就在几人伤心流泪之际 他突然又醒了过来 胡白衣这才反应过来 幻觉的世界 死亡就是轮回的终点 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想到这里 胡白衣猛然惊醒 他接连唤醒了其他人 中途有个大叔没走出幻境摔了下去 幸存的人就只剩下白衣 施里扬 胡白衣跟王胖子了 他们刚刚来的入口是人道 那么出口就应该是天道 进入天道后 白衣果然找到了招魂侠 及其丈夫的尸体 他也新手承诺 给了胡白衣的人解药 横顾四周 在最中间有一个被撬开的棺材 里面的尸体就是黄叔梁 这座墓室是人们按照阴曹地府 为他修建的 就在胡白衣的人以为能返航之际 白衣突然撒了把药粉 将他们迷晕过去 等是立洋再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锁在棺材里了 胡白衣跟王胖子则被绑在外面 白衣要拿他们献祭招魂侠 复活自己的丈夫 很快他按照记载 开始念中作法 结果发现 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 也全然没注意到 胡白衣已经挣扎着抽出小刀 他快速割断绳子 打晕白衣 然后跟王胖子一起敲棺材 没等棺材盖打开 周围突然跑过来许多黄鼠狼 他们只能用力敲开棺材盖 带着施里扬 一边往上爬 一边打黄鼠狼 很凉王胖子想带着白衣一起 谁知道他却非要跟自己丈夫的尸体待着 眼看世界紧迫 胡白衣三人只能选择扔下他 没会儿他们所站的平台就掉了下去 刚好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大坑 地下泉水 瞬间喷涌而出 胡白衣等人也顺利穿过水流 逃出升天 他们把解药带了回去 中毒的村民现在都有救了 哦对了 还记得最开始那个中毒说胡话的大叔吗 其实他跟白衣是一伙的 当初就是这个大叔给燕子下的毒 胡白衣一早就猜出来了 因为中毒的人不可能会说装神弄鬼的话 最终这个大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电影也到此结束 怎么说呢 整体来讲还可以 剧情方面弱了点 主要就是看到特效 大家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这里 我们支持 我们支持